裡面的話就是我剛剛講的幾個嗎 這個我覺得很好用這個也很好用 這個也可以很好用這個也很好用 這個可以下載YouTube 這幾個同學都蠻推薦的啦不過我還沒時間用 所以有時間的話各位可以自己再去把它抓抓下來 另外把那個普里美食這個範例也裝在手機這邊QR Code 掃一下就可以 OK好 第一這個部分下載那個App的部分 第二個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 再來地圖部分要能夠秀出來必須要有個DIV部分 那底下有個Netbar Netbar這兩個部分的話其實 在我們前面的上課 都有 回頭看一下那個 零蛋白板裡面 我來發現在Google07的這個 其實好像都有了 哪些有 我剛剛講那個DIV這個地方 還有 尋染列設定 有沒有 尋染列的設定如果你忘記的話請各位回頭看一下 尋染列的相關設定 有沒有 做成Netbar 那底下 那底下只是差別是我們 這個範例是兩個 那這一題是三個 那只是多一個而已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吧 所以呢請各位 這個地方 如果忘記的話可以稍微複習一下 內bar 部分在這裡 那這邊的話 Data streaming部分的話是它的顏色部分 我是把它改 改一下 改成 AB到E嘛 就是 黑藍 藍色的 B是藍色的 OK那幾個 那再來的話 這上面的icon 有沒有 這應該還有印象吧 如果忘記的話請各位再花一點時間 因為 下下禮拜 請各位 這個位置就輪各位來做 就是 請各位回去的話 不用太多也不用緊張 不要因為 要上台 分享 結果那一週 就我就等不到人了 這樣就 沒關係 反正你做多少就多少 你就是 秀一下 只要 不要完全一模一樣就好了 內容改一下 改內容 改顏色 這樣應該OK啦 我覺得 反正你至少這學期18週 你總是 要教一點點 成果 這應該不難 而且說真的這個app 你說 你再怎麼樣 未來你絕對用得到 你不要說工作 生活上面太多了 這個跟我們 任何的實際住行 都很有關係 而且你 不見得一定工作上 你說身邊跟人家聊天好了 誰 誰現在不玩這東西 如果不玩這東西 你可能 可能是已經 原始人的吧 說真的現在連 上年紀的人也很想要 去換一支智慧手機 因為為什麼看到身邊都在滑來滑去 花什麼他也搞不清楚 所以他也想怎麼樣 也想要加入看看 對不對 而且大家一支換比一支大支 我都很想要去換一支六吋的 可是後來 我拿別人來試試看 放在口袋 卡 我如果出門的話 我光要 腳要一伸 這個卡住了 太大支了 後來想一想算了 六吋 五吋好像也已經卡了 六吋更卡 這很兩難 又會想要 畫面大 又會想說 這個 沒有 你 我